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跟我们每一个众生 那种关系 是一个非常地密切 所谓的 密不可分 他这种的密切的关系 超过如同父母跟儿女那种关系 所以很多人 对这一段没有去留意 忽略把它读送过了 所以他的内容 很多都讲得非常的精彩 说实在的 你看从这个五量寿经里 可以去读送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阿弥陀佛五量节以来 精进用功修行成就 最后成佛了 然后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 为谁而建立的呢 是不是为他自己 不是啊 为我们每一个众生 而所建立的 所以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来贡献给我们 九法界的众生 能够在这个地方 好好过生活 过一种幸福美满的人生的生活 过一种没有烦恼 没有痛苦 没有忧虑的生活 能够在这个地方 安安心心的 老老实实地 居住在这个环境 而且 你在这个地方 修道办道 最后每一个众生都能够成就 成就将来呢 就是要去帮助一切众生 跟我们在这个地方 居住这个环境 不要再受苦了 所以 法杖比丘 就是阿弥陀佛 无量节 辛辛苦苦 把那种精神 落实在生活 才会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无尽的庄严西方极乐世界 在这个地方 我们很多忽略了 所以真的 阿弥陀佛 对我们每个众生 那种关怀 那个护念 超过父母 对儿女那种关怀 你看那个后面 那尊佛 是表法什么呢 你看那个中风果是讲了一句话 讲什么呢 黄金碧 作业 长垂 那个后面那一图画 什么叫做黄金碧 作业 长垂 换句话说 就是24小时 阿弥陀佛一直站在那边 从来没有停过 站了多久 时节 什么意思呢 意思说 24小时 阿弥陀佛 以十方诸佛如来 从来不放弃我们众生的 从来不舍弃我们 而且 每一分每一秒 对我们的护念 对我们的关怀 对我们的爱护 从来不间断的 这个就是他的表法 所以看到这一尊佛像 你那个心发不出来 说明你的业障很重 所以很多祖师大人 看到这个佛像的时候 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在增长他的智慧 我们没有 看来看去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 看不到什么东西 他都是站在那边而已 没什么区别 这个就是 从这个地方 中风果是为我们讲 讲出来 阿弥陀佛的慈悲 到了到几点了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就是 中风在三十西念第二十 有为我们讲出来这个道理 为我们指出来这个道理 让我们去了解 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没有一尊佛 都不称赞阿弥陀佛的 而且这个称赞 五量节都称赞不完的 很少人能够懂得这个道理 很可惜 所以我们今天很信愿 什么信愿呢 你能够闻到这个法门 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的福报很大 你有没有去留意 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弥陀经》 讲了一句话 他讲了什么呢 一个人 在这一生肯念佛 肯相信这个法门 而最重要的 能够发愿求生净土 释迦牟尼佛在佛说阿弥陀经 称为这一类的人是什么呢 不是一般人 不是普通人 如果过去生 你没有种下 你的福报 你的智慧 无尽的深厚 你不可能能够相信 你能够受持 你能够行持 而且最主要的 你能够发愿 你不相信 你问问你的周围的人 不要说我们的朋友 说你的太太 你的先生 你的父母 或者你的朋友 你跟他讲 西方极乐世界 有无尽的庄园 非常的美好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不像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边每一天 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个人都担心 有一天 说明到了 有死自撇 我们在这边担心 如果有一天 我们生病了 有病之痛 我们在这边担心 总有一天 我们会衰老 有老之苦 西方极乐世界 通通都没有 你跟他介绍这个道理 我们一起同生极乐果 他怎么会跟你讲呢 等一下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你的事 阿弥陀佛 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 那个是你的事 跟我无关 不是那么容易 你不相信 你是一般 你去外面 拉一个人 你跟他说 你念阿弥陀佛 功德很大 他会相信吗 不一定 你用九牛二虎 拉也拉不动 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 释迦牟尼佛 在五量寿经 有一段经文 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大家 有读过五量寿经 都知道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念佛的人 若非往昔修福慧 下面是什么 什么呢 于此正因不能闻 下面还在讲什么呢 我们常读五量寿经 应该明白 下面的那句是什么 一尘供养诸如来 则能欢喜 信 此事 这一句话 释迦牟尼佛 在五量寿经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能够 遇到这个法门 肯接受 肯发愿 肯称念 说明什么呢 你过去深中 修得这个善根福德 因应非常的深厚 如果没有深厚 你能够闻到这个佛法吗 这个正法 这个正法所讲的 就是这个法门 你闻不到啊 那后面呢 一尘供养诸如来 你过去深中 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福报 你能够欢喜来接受这个法门吗 是不可能的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但是很可惜 可惜什么呢 众生不相信 怀疑 不相信 所以尊敬的 作为统修大德 你们想一想 你们不是普通人 你们将来要成佛的 你要指甲这个承担 你要相信 相信佛的话 所以释迦牟尼佛讲 很可惜 众生没有上根 怀疑了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